欢迎大家在LLC Forum的第二回合 我想在这里多谢三位评判 在拍摸之中抽空话理事席 今次做平民的工作 他们分别是Mark Donald和Jayton 今天的电台是 欧民应推行南洋为了政策 正方为LLC 反方为 在介绍双方变完之前 我想先为大家讲解今天的财规 今天的财规是3334 即是双方主变和副变割有三分钟的发现时间 结变割有四分钟的发现时间 方言次序来拍 先由正方主变发现 接着是反方主变 然后就正方一步 反方一步 每次两趋 当反方二步发现完白之后 争取有自由变量时间 双方各有四分钟的时间 先由正方开始发现 双方可以算是一次过用正发现时间 亦都可以开始分开数字发现 但是每次发现只可以拍出一位电源 当一方用尽其发现时间之后 另外一方可以拍出一位电源 去用尽完下的时间 当自由变量环节完结之后 双方各有一分钟准备叠变 先由反方作结 再由正方作结 接着是计时的方法 当发现时间上月30秒 计时员将会明钟一下 以示发现时间即将结束 当发现时间完结时 计时员将会明钟两下 以示发现时间已经完结 接着最后进入15秒的缓钟时间 15秒之后 计时员将会明钟三下 接着就开始扣分 扣分制度完合 每5秒在一单位 不足5秒亦当5秒计算 最多可以扣除31分 当变元超视25秒之后 计时员将会明钟数下 此时变元应该立即停止发电 而自由变量环节 则不撤分充时间 请问双方主变有没有二问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开始介绍双方变元 首先我们介绍政方变元 政方主变和谍变为Hody Wong 政方一副为Ju Zin Yen 政方一副为Ju Zin Yen 政方二副为Ju Zin Yen 政方二副为Ju Zin Yen 而反方 政方主变为Spencer Jones 政方一副为马天亚 政方二副 反方二副为Andy Toll 反方叶变为Ju Zin Yen 反方叶变为Ju Zin Yen 准备我先去设计 这一年聚地亚办法内战 这帮中等国家分分为了 涂里伊斯兰国的魔掌 涂里去附近的欧洲国家 但我见到现况下 欧盟各个分配男人配额 他极度不平均 他将面对着男人潮 欧盟应该如何应对呢 大家好 今天的变题为 欧盟应推行男人配额政策 我们见到 因时来自最多的男人 是敘里亚 紧接着的是亚特河和亚纳特尼亚 这帮男人 欧盟 终于欧盟作为成员国 其实是最直接受影响的国家 因为是最伦领的地区 而欧盟作为一个政治联盟 有责任去解决这帮男人 而我们见到 欧洲联盟条约当中第五 第六条 清楚展明欧盟有责任 提升知识的价值 消除平均 关注人权 以及适当的手力 适当的手段 去致力达成这个目标 但我见到现况 欧盟问题分配 他极度不平均 意大利 西班牙 其实是最邻近这帮中东国家 他们是最首当其聪明 但很多时候 欧盟的真正目的地 并不是这些国家 而是西欧或者北欧 只可惜都柏林协定当中表明 欧盟首先打达的国家 他们是有责任 承担回他们的责任 如果他们将来去看这些国家 是需要立即被显返 都知道 因此欧盟的分配数额极度高度不平均 甚至和当中国家智星的条件和情况 也是不对应的 因此 以外见到难民问题刻不容缓 我们必须要接收这一帮难民 今天《行律变题》的准则就是 在这个情况下 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是最公平 亦是最有效的 我方扎成一遍提 于以下两大原因 一 紧守人道原则 舒缓难民问题 其实联合国的难民事务委员会 Antonio Girardas 说过 其实现在欧洲需要解决的难民 是只有20万 我方明白 配额 并不会一步登天 立即在明天 保释所有难民的问题 但其实就算反对比较强硬的英国 甚至是欧洲他们的反对党 都说 都表明 欧盟有这个道德责任 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人道原则 因此 今天退行配额政策 有其必要性 第二 能够对应到欧盟各国的实际情况 将配额分得其所 现时联合国的执行会主席 容克所唱片的方案 是根据国民生争总值率 人口 失业率 以及已经接受的难民庇会数目 去分配配额 这是经过国家的实际情况 他们的经济 社会 政治环境 我方见到这个是最公平 也是最有效 对应国家自身需要的方法 因此 今天这个方法 不单止对难民有利 对于欧盟各国 亦是相得精彩 今天我方见到 这是最有效 也是最公平的方法 来解决到现时难民问题 请问有方同学 承认不承认 现时现方 的确有这个难民问题 而且是分配不均 既然承认的话 但是又不能配额政策 有什么样的方法 去分配到 并且这一班欧洲国家 也会愿意实行呢 因此今天并提定逼成立 多谢各位 政方主编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没有超市 无需扣分 现在请由参方主编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你准备好的 可以计算一下 主席 评判 有方同学 在座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我们的表现是 欧洲国家的推荐难民 配合政策 难民刚才政方 经过1951年的定义 是包括政治 种族 宗教 和战争 而成的难民 而至于配合政策 没错 的确是2001年 由于最大的危机 而他们应为 这样去补生的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 并不是至于现时的 这个政策 是日后多会使用的 究竟在这个问题上 有方同学有没有考虑过 因此 今天认为 基于欧联在难民问题上 是不应该统一统绑式 统一处理的立场之下 我们认为今天的变态 是不应该成立的 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 首先 各个的国情 是会因人而异的 各地的文化 风陀的困境都有不同 只有当地的政府 最了解自己的国策 最了解自己能失业 制度最适合的政策 而现在你想以欧盟 一个单一的统绑方式 令到28个国家都要遵从 恐怕这个是不可行的 例如一个例子 1975年的时候 黎巴列一直存在着 穆斯林教育与基督教育的冲突 而在以色列成立之后 令到有大量穆斯林的巴基斯坦难民涌入 结果 矛盾加深造成武装冲突 到最后有十二万人死亡 一百万人流亡失所 因此 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容许各个 在有切合国情的需要之下 制定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 而不是由欧盟制定一个整体的方法 捧绑他们这样做 因为你们忽略了 当地他们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是很难以量化这个做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 欧盟是不应该这样做 亦都慕名这样做 欧盟不是联邦政府 就算联邦政府 都只不过由两个或以上的政治实体 结合而成 在宪法的限制之下 将部分的权力转任给联邦政府 而事实上 欧盟的民作是以跨政府形式进行 所以各个承认国都是保留期的主权 所以他们是保权 要求我们的国家都要这样做 所以他们的政策是不能这样做的 第二 他们是不应该这样做的 因为成员国之黑 匈牙利 他们都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愿 而另一方面 匈牙利和斯多佛克更加表示 会就强制配合这一事 告上欧洲法院 长远地看 这种捆绑性的方法 恐怕会以起各个的不武 破坏欧盟的整体团结 这个曾经的诺贝尔长和平长得主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值 而至于我们认为 提出一个反建议 就是可以在难民 黎智的出身地 当地的国家 设立安全区 战争是无穷无尽的 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一刻 最利益的难民在 而我们制定日后 都是这样做的政策 就是配合政策 我们应该在当地的难民国 让各别国家 挑选他们自愿 愿意收多少人 令他们可以 挑选的人 而不会太多太少 因为每个国家 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做法 而不应该以单一配合政策 去做 今天收到20万 明天可能是80万 这个人数恐怕 国家政策是做不到的 因此 基于以上观念 我方认为今天一片 是绝对不值客户 多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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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主编的发言时光 为三分零九秒 无超时无需纠分 现在请正方一副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我召集计试 主席 主席 评判 各位 大家好 刚才有方讨论 和我们说 我们现在这个配额政策 是捆绑式 但是 我们有方讨论 根本没有了解 什么叫配额政策 配额政策 就是说 根据国家的 国民生产总值 人口 失业率 他现在已经有的难民申请 等等来到 决定派多少难民去那个国家 然而不是一个群方式 就算我们真的 这样去限制每一个国家 接受某一个数目的难民的话 我们都是根据他的能力来接受 可能他没有能力 那就不要给难民 有能力的 那就接受多些难民 何来群方式 何来他们会接受不到 有方讨论 他又说 我们未来是否会继续推行这个措施 有没有同学没有论证 未来是否会有80万 有没有同学说会有80万 他没有说过 为什么未来80万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的联合国的数字 就是有20万的难民 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法 就是解决现在这20万的难民 而不是说 未来 未来如果真的有20万再来 就是未来再用这个方法 有方同学从来没有论证 没有给过任何实际例子 说未来难民数目有多少 再者 以前就是自愿式来 去决定收多少难民 但我们看到是什么 其实每个人都不想收难民 最后是什么 就是没有人收难民 有方同学说 我们应该推行一个自愿式的制度 但是说真的 有哪个国家会想收难民 所以基于确实一点 我们认为 欧盟的第五条也说出了 欧盟的成员国 有这个责任去作人权 和去保障难民有他们的权利 所以有方同学所说的 欧盟没有这个责任去接受难民 我们那方是提出反对的 因为欧盟的条件里面 已经清楚列明他们是有这个最大的责任 所以既然我们今天变题 既然我们有这个迫切性 去接受这些难民的时候 有方同学 你是不是赞成 我们应该要推进这个普遍政策呢 其实有方同学 他自己深知道有这个必要性 但是有这个必要性下 我们其实可以想 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 平分所有人 第二 治愈 第三 就是分配 这就是平分所有国家拿同一样的数目的难民 但是 有方同学也知道 这个方法不可能 因为有些国家根本吃不到那么多难民 再讲 这个自愿性质 自愿性质 德国他这么有经济能力 他都不想收 那些难民来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很不人道 显反他们回去的 所以既然这个问题迫在未设够 我们今天就要决定 哪个方法是最有效 亦都最公平 基于有这个必 必然性 我们要去接受这些难民的底下 所以我们行为辩提的标准 就是在于 这个配合政策 是一个最公平 亦都是最有效 去令到那些难民 可以有一个有加可贵的国家 他们不需要再受到这个 敘利亚战争的困扰 基于以上各点 我会认为辩提理应成立 多谢各位 正方一夫的发现时间 为3分05秒 无超时无需特分 现在请反方一夫 你有3分钟的发现时间 准备好请向计算示 主席、评判、有关同学、在座位 大家好 听完正方两位辩词之后 大家都应该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完全是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 用理想世界的观点来跟我们说 人道 他们完全没有面对过现实 没有认真考虑过每一个国家 在配额制度下的利费 我想提一提有方同学 今天里面不是敘利亚的难民 而是所有的难民 也就是包括将来的难民 有方同学 刚才跟我们说 配额的标准是用 国民生产总值、人口、失业率 以及以接收难民的申请 但其实我想说 根据这些标准来分配 是很大漏洞的 因为它是没有包括每一个国家 处理经济危机的能力不同 以及可以容纳的难民的意愿 以及能力都很大分别 所以难以用单一的制度来决定 所有国家可以接收的难民 我们以尤方同学经常在说的 敘利亚十二万难民的例子为例 分配了之后 德国是即时表示 可以接收更多的难民 但是其他国家 例如匈牙尼亚 奥地利、瑞典等等国家 就提出反对 尤其可见配额制度 是不能够清楚表示到 每一个国家 实际可以容纳的难民的数量 而尤方同学刚才也提到配额制度 我想说的是 配额制度可以限定了一个 国家只可以收多少难民 不可以多不可以少 因为配额制度 本身已经限制了这个数目 但是就带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收完尤方同学说的二十万难民之后 可能明天我们多了五万个难民之后 那是不是国家 欧洲就不可以再收这些难民了 那这些难民去哪呢 那不是正正违法了 有方是这样说的人道立场吗 由此可见 配额制度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以同一套制度 放在这么多个不同国家身上 它没有配合到这么多个国家的制度 本身的制度 以及忽略了很多细节 是没有可能用一个制度 来概括整个欧洲的政策 例如有没有考虑到难民 是否懂得当地的语言 有没有文化冲突 还有价值观有没有矛盾 所以我方提出的建议 就是在难民的来源地 是设置一个安全区 是当安置了所有难民之后 再由各国自行在安全区里面挑选 对我们国家是适合 和不会产生冲突的难民 这样可以即时解决到难民 生死和生活的情况 还有也都可以解决到难民 难民在欧洲各国来之后 产生的问题 多谢 刚刚一副的发言时间为 三分零八秒 无超时无需短分 现在请正方二副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车下一次的示范 主持评判罪各位大家好 如果今天有一个安全区 就等于最厉害很安全 我想今天不会有难民的问题 最后第二副是华人自不凡做一个小总结 整场辩论的重点有两个 第一,我们需要帮这班难民 第二,如何帮 先说第一,需要帮这班难民 好,我要你,你过来 到底这样帮到多少的人 行政成本有多少 不如有个人跟我说清楚 今天我翻制见到难民有很多 今天原来说 需要解决的是二十万 所以今天就是讨论 到底我们应不应该用配合制度 所以就去第二个问题 用什么方法去解决 有个人说 因为各国的情况因人而言 有些国家反对 所以最团结的做法 就是让他们自愿 有方说团结地各自修行 就是有方说所谓的团结 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团体 他们是秉承着的 是一个一统统一的一些政策 对外一些人道的立场 今天有方说 不是的,用自己选择 那么最团结 我方就真的明白什么团结 有方说因人而言 正正是因为因人而言 我方不知提倡配合制度 配合制度为何是因人而言 是因为我会按照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好似我方一副所说,主编所说 失业率等等的指标去定断 有方说可能这些国家反对 到底这些国家正在反对 是这个配合制度之下 的百分比如何分配 还是是配合制度本身呢 如果我方今天看到的是 真正的团结 并不是说允许他们的自愿 而是全部欧盟国家坐在一起谈 谈谈的不是谈他们愿意接收的一案 而是如何制定一个合理公平的配合制度 才可以解决到有方所谓因人而言的问题 而去到最后有方同学 哇,不行 今天20万而已 明天40万 未来20亿 我方呢 今天就真是不平靠了 到底在可见的将来 我方同学有论证过 因为什么的事 会突然之间又有很多 40万、80万、100万、1000万的人 去拥入欧盟呢 如果有方同学 在2000年之后 有2亿的人拥入欧盟 或者我方都会反对这样的变体 但不好意思 我方今天看不到 我方看到的是数字 我方看到的是联合博同作作改讲 要解决今次的危机 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多少 是20万 只是20万而已 如果未来真的有需要 再接收20万 可能因为有其他的事情 真的很严重 即是导致欧盟必须要去 应用他们的配合制度的时候 我方看不到 为什么今天不应用 在欧盟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不理这帮难民死活 二是用配合制度去接受这帮难民 我方选择完全理这帮难民 由他们在俊尼亚 或者中东地区所谓的安全区自身自滅 我方做不到 我方在考虑了各国的承担力之后 我方选择的是 去帮这帮难民 拯救这20名难民 于水深火力之中 让他们真的可以 可以有国安居之所 而欧盟也可以团结 做一个人道立场 去容纳这批难民 做了个位置 我方选择了 你们要选择我去什么 都成为了个位置 正方二负的发言时间为3分05秒 普超市无需扣分 现在有声反方二负 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 请介绍一下 主席 评判 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其实有方同学 一直都没有答到 将来难民怎么办 就是因为这件事 在原先根本不可见 所以我们就会出现突发的事件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猛烟地加添这个配额政策的时候 如果将来出现一个不可见的事情 我们欧盟又如何承担呢 我想有方同学回答这个问题 而我现在就希望讲一讲一个事实 难民的身处 难民之中有95个百分比 就是2000万的难民 还身处在敘利亚周边的国家 而只有20万个难民 是成功来到欧盟的 那么这个 就是只要解决20万难民的问题 那么怎么算是解决到这个难民的问题呢? 的确的 欧盟是有责任解决的 但是有责任解决的同时 是不是一旦容许自己的国家出现自身的问题呢? 那么 刚刚有方同学也提了三个不可行的方法 来模糊我们的诗听 但是我们往方的同学 就指我们可以设置安全区 但是有方同学完全没有讲过 设置安全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设置安全区 就可以暂时性地解决难民的问题 解决难民当中生命 所受到困批 所受到压抑的问题 而且设置安全区的时候 我们可以大规 而且有大型 而且有规模地去解决难民 例如粮食等问题 而不会将他们涌聚地集中在 例如希腊 这些根本经济承受不了的国家 而且 刚刚有方同学都一直说到 我们是用人均生产总值去衡量 所以是一个公平 我们说 他们就曾经指出 他们是经过多方的衡量 所以才派一些难民来 但是 但是我们其实除了国情 还有当地自己的问题 这些是没有办法衡量的基准 我们的主辩子 刚刚也提过 我们每个国家自身是公土民情 而在法国 打例子 在法国的时候 在巴黎 有一大堆伊斯兰教的人民 在巴黎外面去聚集成一群 治成一国 这样算不算是解决了难民的问题 还有 还有我们自愿接收 加上安全区这一点 就可以安全地安置了难民 例如匈牙利这些穷的国家 那就不用收了 因为它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自己经济的问题 德国 其实他们很自愿收的 一开始 他们是第一个国家提出 收取难民的政策 而我是不难发现 有可能一直站在道德高地 要视了当地居民的国情 那么假如我们就是 在这个配额制度底下的居民 自己的女儿 受到这些难民 不受教育的难民 强步强奸 还会站在道德高地 世界大同的原则之下 接受难民呢? 我想问你是一个问题 假使 我想问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愿意去影响自己的国家 还是去接受这些难民呢? 多谢 反方以赴发言时间为3分17秒 有超时需要求分 请各位评判在分子 如是扣分一难民内田 扣除一分 现在进入自由面论环节 双方各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正方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发言 有没有评判 你一开始专门跟我们说 欧盟没有责任 但是义父又跟我们说 现在欧盟有责任 要处于难民 根据人员有责任 有责任底下 他们应该如何辞职 有没有跟我们说 我们的确确 难民的情况可不容 只不过我们今天提出的安全区 就是要为了解决难民的情况 因为你要缓练安排难民 去到一个不适合他们 他们的国家只会对他们有形象 请问有没有看到今天 有不同的侵犯 难民侵犯当地居民的事件 你们有认为贵一制度 怎样可以真正帮助两地的居民 有关同学 我想问第一 想问的是安全和比较多安全 第二 如果你在安全区里选择人 那些人就会不会 好像刚才所说那样 去什么大调居民 我认为贵一制度 由各国家自己选择 所以他们会选择 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现在你所说的贵一制度 偏偏就是 以量化去看他们 而是根据国家的国家才能造成 这些不可行略文化上 冲突的标准 它作为贵一制度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并没有说过 我们反对贵一制度 并没有表示 我们会反对 我们没有承担责民 我想问的是挑选 那怎么挑选呢 我去见工都见了几个小时 你说要选择自己的居民 我想问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 是怎么挑选这些人呢 我们可以在难民里面分配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那就可以选择 选择本身国家 不会有文化冲突 不会有宗教冲突的问题 我想问 有方同学 如果其他事件 又会提出更多的难民 那你又是 又是 是不是配合呢 有方同学 正如自己所说 现在去了欧盟的有20万 在敘利亚附近地区的有95万 请问有方同学 要怎么分 分多久 才能真正分到一个难民 去到欧盟那里 就是因为有很多难民 在敘利亚身边的国家 所以我们才要在安全区 去解决这些 二千多万 流离失所的难民 我想问一下 有方同学 那你们又如何解决难民 之中有屈教 又出现调部的问题 我想问有方同学 你说在安全区 没有选择那些难民 根据他语言来选择 是不是这些难民 就一定会出现 你所说的所谓的侵犯的问题 但是 就是因为各班自己选择 所以他们要承担自己的问题 就是德国 他一开始很容易 但是因为出现了问题 出现强悟问题 所以才开始去 减少收取的难民 第一 有方同学没有答过 要多久 如何去分担安全区 才可以分到 有95万的难民 第二 有方同学现在可以质疑的是 不是我应该收到难民 是收完之后 如何处理他们 如何防止他们发行 请问有方同学 这个问题和应不应该收到这些难民 有什么关系呢 有方同学问的是时间问题 但我们不可以因为短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 立刻用配合政策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得了长远的影响 没错 分配难民这个问题 需要时间 但正正因为我们需要时间 所以才能够令到难民 可以融入当地的生活 而不会造成不同的异法 例如法国 他们曾经 因为伊斯兰教徒 他们不让他们带河根 产生了一个文化冲突 所以这一件事 如果在难民上 他们需要时间的挑战 所以是不应该这样做 这种做法是自本不自本的做法 有方同学问 请一请 我方同学问的 不是时间问题 而是你的方同学 根本就不合行 也没有这种变要 你经常说是时间问题 其实你自己以后都说 你的方案 是能够暂时性地解决这些难民问题 而管家制度能够完全地 去根据国情分配的时候 如果不如我经常说 开始退了 那些什么密化冲突 那些大头巾 那些语言 那我想问 你在安全区间 是不是能够没有冲突呢 这究竟是难民本身的管制问题 还是配合制度的问题呢 我想重申一点 我对的判断有问题 是没有暂时性地解决问题 而且有方同学讲的 人合根据经济去分配 这样的过程是怎么量化呢 那我想再一次问一个问题 其他事件 假如非洲又出现大量的难民涌入的时候 你们难道又继续配合吗 假如非洲出现这么多大量的难民 那你的安全区又怎么解决呢 那对我们的方案就受诸无知 对你的方案就说得好像很可恨 我们是表示在当地的国家设置安全区 而不是让他们进入这个情况 我们保护我们不会为难民负责 只不过我们解决方法 不是为难民负责 而在当地的自由安全区 是可以保护他们的 那王同学一个三个字 安全区是解决一切的问题 第一我想问的是 到底罪利亚有多少基督徒 是会不带徒 是基督徒然后不带徒军 然后法国是愿意接收的呢 如果不是的时候 请问王同学 他说法国一个都不会收 是不是今天欧民欧洲的国家 欧洲是一个宗教 有宗教与关联的一个国家 一个组织的时候 是不是今天不代表没有难民负责 可以进入欧民呢? 其实我想讲一个事实就是 叛咬制度是要经过 经过大民提交申请表 而申请表处理的时间是七个月 那么我们在建立安全区 可以更加快 更加安全区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你们又不赞成呢? 我不知道 可能我这七个月在哪里看回来的 这个是现时的方法 但是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叛咬制度 我们的叛咬制度是怎么样的 帮我弄自己回来看一看资料而已 但是如果你整天都说暂时性的话 我想问我叛咬制度分给你快点 让我逐个逐个要面试你 但是你会说什么语言 你大脚头筋的 你有什么宗教 对不对我会和文化相当 这样谁会更快呢? 有没有没有很多识论 他自己提出的方法是暂时性的 所以我们设置安全计划 可以大量和可以照顾将来的难民 有方同学说我们要七个月 我想问的是安全区要多少个月 有方同学说很快很快 我想知道你多久 但安全区突然只不过是派连合国的士兵去守卫一个地方 你提供大民暂时性安全的问题 但是有方同学一直说 我刚才说过 他一直说只需要七个月 我们只要是派兵 那怎么可以要七个月以上的时间呢? 有方同学说 首先派兵不是说派有派的 是欧民通过的 第二点我不明白 为什么派兵一定派过七个月 第三点有方同学是否代表欧洲要宣战 突然派兵进去俊尼亚 现在呢? 他们派兵是派人去确保这个安全区 而你派兵在未有所谓人的共识之前 这也是需要时间的决定 而发现这些人是接收2.4万人 而你用了派兵政策就是强化 可以认为他们的数字是多2.4万人 在你得到共识之前 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有方同学说时间 有方同学说时间 有方同学说可以七个月 但有方同学做安全区 要面试 要问你吃什么语言 到底又要多久呢? 那有方同学 今天安全区 两人都知道 如果要逐个逐个解决 绝对是要比我方所说 已经进入了安民的 用来收纳他们 用配合制度分配器来得慢 今天有方同学有时间 分纳人没有时间 他们在坠里亚里 每天都受着生命的威胁 所以今天不能够坐视不定 我们要帮他们 有方同学说安全区 三个字 派兵就派兵 派兵可能两分钟 就不知道怎么坐飞机 就可以过去 整班兵就困在这里 起码有安全网 说很安全 是不是这么简单 和解决呢? 如果整个坠里亚的危机 有方同学三个字 安全网上解决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 不单止没有 所有危机都没有 今天有方看到的是 配合制度我们一向都有 我们以前有融开 在一个恒之有效的机制 如果今天有国家反对 我们可以去调整 我们去民调 去改良我们现有的配合制度 有方同学说中价问题 但问题就是中工的国家 他们有自己的中价信仰 欧文化一样有 两方根本由头到尾 就不能够商业的时候 有方同学说 法国不让他带点筋 我想说的是 俊里亚有几多难题 如果全带点筋 我说法国其实是不收的 德国也不收的 原来没有国家收 原来没有国家收 就有所谓的团结 所谓的安全区 安全区就被拒绝 雅面自身自灭 但是死了 安全区没有人就真的很安全 方同学 你想说的又是否这样 我方同学看到的是 我们必须要解决大难题 而且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方法 我们现时就是一个方案 把我们眼前 多谢各位 双方现在有一分钟的示范 准备点 请不吝点 感谢观看 好,一分钟的准备时间要不 现在请反方见面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计算 主持评判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来到这场辩论比赛的尾声 允许我为大家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见到有方同学 非常有耐心 非常渴望能够帮助这些难民 这一点我可非常欣赏 只可惜我们今天见到有方同学 只是帮得其反 考虑一点都不全面 今天有方同学一开辩 就将自己化身为一个救世主 同我方说 基于人道立场我们需要接收这批难民 而方法就是对应着各国的情况 去安排一个叛人制度 不过我们仔细点去看清楚 有方和我心里面所考虑的 所谓的国情情况 说到最后都实际是竞济 但有方和我将自己 造成一个拯救难民的英雄的同事 有没有真真正正正在难民的角度 去考虑清楚呢 难民的成长和文化 背景各有不同 当他们去到一个全新的国家 他们又是否真的融入得到呢 而融入不到对造成的影响 是否只是对难民 或是对他们所身处的国家 所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其实也非常远 由今天我们在欧洲各地 看到日益加深的文化冲突 各种各样的种族因缘 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甚至同意 有方同学也有说 他们在义库的时候 说到这是一种有融化的背鸭制度 但有方同学一直都没有举出实例 也一直掩饰着背后所带来的问题 为的就是将这个背鸭制度美化它 和我们隐藏着背后所有的问题 去掩饰着一切所带来的真真正正的影响 因为这些影响 我们由现在看到伊斯坦国和欧洲国家 各种不同的宗教和发生的冲突 其实这些问题是人积业内 而如果我们任由难民进到我们的国家 只会令到这个问题更加加深 到将来我们想缓和现在的冲突 就只会任意困难的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今天也和我们说 我方是理想化了 说我们用这个安全区 其实不能够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并且是非常之坏事 有方同学也问过 其实背鸭制度也非常之坏事 他们去到一个国家 要申请一个临时庇护 其实都非常之需要长的时间 而且到最后 如果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考虑之后 他们不能够成功申请的话 到最后他们都有机会 要被遣返自己的国家 相反用 我们设立一个安全区 是能够即时急性的 是能够解决难民紧急的性命安全 因为他们的生命的确定 是受到即时性的威胁 此外一个安全区 能够令他们 可以在一个安全区域 能够即时受到保护 保障 相反如果要他们 航行一段长时间 一个很长的距离 经历很多的海难 各种各样的灾难的情况 他们可能根本没有 去到一个新的国家 请问有方同学觉得 这样就是对南人家人理吗 今天我们讲的安全区 只有一个即时不时性的问题 去到解决难民的生命安全 长远的 我们当然要长远根本性 去到解决问题 要化解所有的冲突 有方和我们一定要缓和 各种种族之间的矛盾 有方和我们今天所说 我们被所有难民去到另一个国家 有方和我们根本只是回避了 当一个国家 真真正正所面临的 军事政治上的问题 有方和我请你自行示 今天我们南人所面对的 真真正正的浪化性的问题 因此今天我们提出 你应不成了 多谢各位 方结变的发言时间是4分05秒 没有超时 没有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结变 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准备一下 其实各位大家好 不知道为什么去到结变的时间 这场比赛好像有主权和政策之争 我刚才说了种族之争 不如我们一开始 在方和我开辩说过些什么 开辩的时候 方和我说是因为捆绑息 这是一刀舌的政策 我没有一个政策去到所有国家 我方一副和方和我说 不是 这个正正是一个弹性的政策 因为我根据国情 根据国民参加总值 南方和我不是经济 还有人口 还有移收多少难民等等的条件 去分配这群难民 和方和我说 这个正正就是不捆绑 做到一些想要的事情 好了 于是有方和我说 其实欧洲没有权的 欧洲有自己的主权 主权的欧盟国家 没有权去这样做 联合国都没有权去这样做 首先有方和我 有少少知道 现在欧洲的环境都知道 很多时候底下 欧盟也是有一些共同的政策 例如 可以自由出入境 例如 没有关税 这些都正正是主权的方向 这正正是有方和我所说的 其实是合理的 是可行的 不过 我不明白为什么 连欧盟和联合国都没有提过这个问题 有方和我竟然自己说是没有权 究竟有方和我有什么 可以凌鸽到欧盟的言论 我方今日又不明白了 好了 第一副有方和我说 其实我回到理想世界里面 因为我说了配颜政策 不可行 为什么呢 终于来了 文化冲突 还有将来可能有很多未知数 恐龙将来有什么发生 非洲白海冲突 首先有方和我将今天这条面提 配颜政策数珠无知 我方觉得很不合理 好了 去到你说未来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首先 联合国星座行人说 现在欧洲需要解决 欧洲需要解决的难民 只有20万 就算 我想问我恐龙学 其实你经常说将来两个字 将来和互盟政策 有什么关系呢 就算将来有很多的难民 普通政策都能够 根据将来的情况 而去相应 去调整 究竟在将来的情况下 这个普通政策 又不是立刻不可行呢 数珠无知 又是否公平呢 有方和我学 好了 最后终于说到有方和我学 今天说了很久 整个字里面都说了三个字 安全区 首先 我方议问过 安全区有多安全 如果安全区 就能够守护着一群难民的话 为什么他们会被生命危险走 如果安全区就叫安全的话 有方和我都会在里面 还有派兵 派兵的东西真的很复杂 如果你说我们叛选不可行 你的派兵 就要先看看联合国条约 好了 你的派兵不说了 你就和我说 要减少这群人 就能够减低文化冲突 我方字里面不停问 为什么呢 好像面试你那样问你 你懂得说什么语言 大人不戴头巾 你做什么宗教 会不会和我有冲突的事 种种这些这么大的冲突 如果有方和我说到暴力冲突 真的这么严重的话 是不是单单透过面试简讯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 如果我面试人 能够选择我和冲突的话 那方和我都会面试一下自己的国民 可见 有方和我今天所谓的安全区 所谓的简讯 根本就不可行 还有方和我今天很输得一人要的 说我那方不可行 没有主权 文化冲突 融入不了 但是不知为什么你的安全区 就突然间没有看这些问题 你的安全区又是符合主权 解决之后 又不会有文化冲突 那些国民 有一定能够融入这些难民 今天方和我这样双重标准 去衡量我方的方案 非常之不合理 不知大家 今天方和我立场跳来跳去 一时为了帮这些难民 他以后又说 我让这些难民进来 有很大影响 其实不知 那么多社交媒体 对于难民的影响 大家吸收到什么 为了深刻的 他组排了一张照 一个最利害的小男孩 伏斯于海滩 本来他不用死 本来他能够 可以去到加拿大 但是为什么他做不到伏斯海滩 正正是因为当时他身处的土耳其 没有办法 听这个难民证给他 正正是因为现放底下 没有国家亨自元收 他的行政混乱 如果当日有判压政策的话 这个男孩 敘利亚的男孩 可能不需要服施于海滩 如果有关我说的安全区 就是这么安全的话 我相信他终于是安全区 不会画面对着海滩 阴柔 大家去深化这个难民的问题 我方向你见到难民的问题 黑不容不必须解决 你帮我所有的安全区 绝对不安全 请用判压政策 多谢各位 正分结变的发言时间为4分06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现在比赛站过一段落 请双方保持走组 请双方保持保持走组 请双方保持走组 都会双方保持走组 请双方保持走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